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通过这一讲的学习呢 希望大家来理解这个流水线处理器 它的这个基本的设计和实现方法 课后请大家阅读英文教材第四章第五六节的相关内容 那么在前面几讲里面 我们讨论了什么是流水线 我们知道流水线是一种在顺序指令流里面 开发指令间并行的技术 我们把这种并行呢 实际上也叫做指令级并行 那么流水线呢 它能够提升程序执行时候的性能 但是它这种性能的提升呢 主要是通过在增加同时执行的指令的数目来提升的 那么它是通过提高指令的这个启动和完成速率 来完成一个实现一个性能提升的 所谓提高指令的启动速率呢 就是比方说只要取指令部件空闲 那么这条指令呢就可以被读出来 取入到流水线里面 那么完成的速率呢 是由于流水线里面可以同时执行多条指令 那么从整个流水线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们就在这个指令充满的时候 充满流水线的时候 那么可能就是说一个cycle 一个时中周期就会产生一个结果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它实际上是提高了指令的吞吐率 就是单位时间内完成的指令数量 但是请大家注意一点 它并没有改变指令执行时候的延迟时间 就是一条指令的执行时间是没有变化的 那么我们呢 在之前的学习里面 我们总结出来了一个五段流水线的一个数据通路 那么这五段呢 分别是取指令 指令的一码和取操作数 然后执行指令 访问存储器 以及结果写回 那么 我们发现在这个流水线里面 我们在流水段之间 特别相邻的流水段之间 设置了专门的寄存器 那么这些寄存器呢 叫做流水段寄存器 它的主要作用呢 是保存每个周期 每个流水段的执行结果 这些寄存器呢 对程序员是透明的 所以它们是内部寄存器 那么在进行县程 或者进行切换的时候 是不需要做这个现场保护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我们之前学过的这个MIPS指令集的 这个子集里面 每条指令 它在这个数据通路上的执行过程 我们假设呢 我们从地址0开始执行 那么第一条指令呢 是一个low的指令 它是采用了一个相对寄存器 寻指的一个方式 那么它是把寄存器R2的内容 再加上一个偏移让100 作为访问存储单元的那个地址 把这个存储单元的数据取出来之后 放回寄存器1 那么这个是这条指令的功能 我们首先呢 来看一下取止段 特别是在取止段结束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这个流水线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实际上我们知道呢 在这条指令 在取止段结束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已经把指令 从指令存储器里面取出来了 然后呢把它写回到流水取止段 和一码段之间的这个流水段 寄存器 我们把它称为IF斜杠ID 放到这个流水线寄存器里面 所以呢 这个被取出来的指令 实际上放到这儿 我们就用它的汇编形式来表示 就不用二性的形式表示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自然就会想到 那么怎么 就是说这个指令是怎么被取出来的 取出来指令之后 那么我们还需要在流水段 这个流水段里面做什么样的操作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详细看一下 这个取止令部件 它的这个设计 那么取止令部件 要确定它的这个设计 我们必须要明确 它的功能是什么 实际上呢 它包含两个功能 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取止令 那么仿存地址呢 是保存在PC寄存器里面 另外一个就是为执行下一条指令做准备 那么下一条指令的地址呢 对于LW这个指令来说 它是顺序执行的 所以下一条指令的地址呢 就是4 所以要把当前的PC值加4 那么当这个取止段结束的时候 那么PC的值呢 应该是4 而我们原来在它开始的时候 PC值是0 所以这个地方是要做一个修改的 那么接下来的一part 就在下一个时中周期开始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个位置 开始取出新的指令来了 所以从刚才的描述呢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体会到 流水段寄存器它的功能 它是用来保存每一个时中周期 每一个流水段产生的临时结果的 但是它是一个典型的状态元件 或者说存储元件 所以它的这个数据呢 总是在上一part 结束的时候 或者说当前这个 这一part的时中下降延到来的时候 开始被写入到寄存器里面 经过一段时间的延迟 在寄存器的输出端 我们才能把这个数据读出来 所以呢 要等待一个时间 这个时间我们把它称为Cloud2Q 这个是之前也讲过的 我们在这回顾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取纸部件 它的数据通路 我们就基本清楚了 我们关注什么呢 关注它的这个控制部件 所以我们要考虑 在取纸部件 有哪些控制信号 控制信号是用来区分 每一个指令 在每一个阶段 所要完成的动作的 所以它与指令的特征 密切相关 换句话说 那么控制信号呢 只反映出一个指令 在某一个阶段 与其他指令不同的地方 但是对于取纸这个阶段 我们想一想 所有的指令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 取指令这个操作呢 是一个公共操作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 不需要特殊的控制信号 因为所有指令 在这个阶段的动作 都是一样的 那么有些同学可能会说 那如果我现在执行的是 一条分支指令 或者说一条跳转指令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我是不是需要 额外的控制信号呢 那么请大家注意 分支指令和跳转指令呢 它对寄存器的修改 对PC寄存器的修改 不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 是在后面的阶段 具体的说呢 实际上是在执行阶段 或者说在MEM阶段完成的 所以呢 在这个阶段 所有指令的行为 都是一样的 不需要额外的控制信号 但是我们需要一个什么呢 需要一个多路选择器 就在这个地方 多路选择器 这个多路选择器呢 因为在真正这个 新的PC值 被写入到这个 PC寄存器的时候 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 所以呢 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 多路选择器 但是请大家注意 这个多路选择器的控制信号 是由其他指令 在别的阶段产生的 那么我们自然还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那么当取止段结束的时候 我们应该把哪些信息 保存到这个流水段寄存器 IFID里面 那么这个信息呢 实际上就是流水段 这个流水线 在这个IF阶段 产生的一个临时结果 我们想这个临时结果 实际上有两个 一个是当前我取出来的指令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PC加4的结果 PC加4的结果 就是这个加法器的一个输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后面在讨论 这个分支指令 和跳转指令执行的时候 要用到这个PC加4 这个PC加4 会作为多路选择器的一个输入 所以这两个结果 都是后面流水段要用的 所以呢 我们把它保存起来 那么具体的说呢 指令是在E码段要用的 我要产生各种控制信号 而这个PC加4呢 是用来计算 转移成功时候的目标地址的 好 这个就是IF段 和相应的取指令部件的设计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流水段 就是E码和取数 这样的一个阶段 那么这条指令呢 在执行到这个预码和取数的阶段的时候 它实际上只是完成两个功能 一个呢 就是我确定这个指令 它是什么类型的 它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操作 就是产生控制信号 第二个呢 就是取出原操作数来 那么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指令在E码区